她是姐妹兩個人 都是泰國的國家代表的選手 好 雅妮在第七棟 這是五乾棟的Burley推桿 昨天Burley推桿怎麼推怎麼不順 今天雅妮應該是生氣了 這個乾麵可能又送得比較方正 其實昨天有幾個短推 那我自己在電視劇前面看 確實她那乾麵是沒有很方正的送出去 她自己也提到了這一部分 所以在昨天練習打完了之後 她特別去按摩了一下 並且要好好的想一想 到底哪裡出路問題 並且在練習國領上 跟教練再來磨一下 把外套脫掉 現在穿紅色衣服 今天把今天當作最後一輪來打拼了 又來到第13段 攻勢還沒有結束 雅妮再來了一次Burley 已經是她這一輪 相較之下雅妮可能休息時間比較短一點 對 而且她在休息期間還這個 做了一些訓練跟加強 對 兩乾能不能到國領附近 喔 利奧爾該攻上來喔 雅妮現在 在殭屍稍後一個 哇 會不會是老鷹啊 是 哇 把最好留到最後 好 殭屍一個老鷹推開 推進的話 先用必練領先的到-6喔 是 下坡不容易 走到右 有 射下一隻老鷹 哇 這才像球後嘛 這才是雅妮的球風 是 已經是悶了一個多禮拜了 交出一個65桿的成績 在這球場雅妮就認為應該有可能打出滿多Burley的 今天呢有7隻Burley外加一隻老鷹 嗯 哇 這次太完美的一個結束 第二輪 第六十五 今天跟昨天差蠻多的 而且第18端看到最棒的一球 他也很感謝 他最後一種只是嘗試抓一隻Burley 不過他聽到觀眾的吼叫聲大概知道打得不錯 然後一個下坡推桿呢 他也判讀到了也是很棒的一個結尾 他在第二端這部分呢 也只是想到的就是這個距離到底有多少 然後進一可能會上國嶺 那結局是更好 今天跟昨天有什麼不同 昨天真的很失望 今天他一開始早上跟甘地講說 我覺得我今天應該會負七 真的還假的 不過他真的做到了 希望他以後多這樣想 多這樣想 而且多講幾次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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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且並且也很喜歡 除了積極進攻之外呢 雅妮也提到了就是耐心這一方面 就是變成 其實這兩者呢 必須要有點協調這樣 沒錯沒錯 又要積極又要有耐心 因為尤其當Around Green沒有處理好 即使那個球的結果變很糟的時候 你會想說我沒有切這麼糟 為什麼結果這麼糟的時候 你要更有耐心喔 好 歡迎您回到衛士體育台 2012年的LPGA的泰國賽 我們來看一下到目前為止的精華片段 雅妮是這場比賽的衛冕者 她在第五動 供國嶺的這一桿呢 是相當精準的 就送在旗桿邊 而且最終呢 能夠三尺的一個BIRDIE推桿呢 抓下 雖然她在第一動呢 我們所有的選手都是義務性 責任性的要去做 輪流做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是輪流嗎 還是主辦單位會希望 也許比較有名的選手來參加 都會用輪流的 蛤 什麼 這個球 哇 太漂亮了 哇 易甘進洞啊 Paulo Kremer 可能來說還不會那麼炎熱這樣 那麼酷熱 這部分呢 對宮力藍來講呢 也許會比較舒服一些 因為畢竟她從日本過來 那現在 在今天第八動 這個三桿洞 摩根Prento 蛤 蛤 不會吧 這個禮拜怎麼這麼多易甘球 而且這個球直接怪 12桿 好 至於雅妮在第十四 第三棟的第二桿 起桿位置呢 靠近右側 距離右邊只有六步 而這個宮古領的球 就跟她昨天跟前面的鐵桿一樣精準 漂亮 而且是往上坡推旗桿位置 對 旗桿位置 靠前面 靠前面六步 雅妮推進Birdy之後 現在已經取得單獨領先 前面三棟呢 有一隻老鷹跟一隻Birdy 就像在昨天所提到前九棟 如果能夠有幾隻Birdy進帳的話 那氣勢會上來 所以想不到第一棟就來個Tripping Eagle 這整個氣勢應該把宮古領的 也稍微給壓下去一點 因為宮古領的其實 她有她的方式去Birdy 那當然雅妮也有 可是如果是照這樣的步驟來進行 兩個會咬得非常緊喔 現在最新的領先榜呢 雅妮已經衝到了第一名了 好雅妮 這是她的第二竿 一樣是你要左邊 應該是沙坑的上方 往右轉 至少稍微大一點 而且順利的送上來 立刻停住 就在旗竿邊 哇 漂亮啊 有的 雅妮在下E2Birdy 雅妮已經領先到了三竿 這也是 側破會把球往左邊的旗竿方向帶 雅妮在第七棟的開球 前面兩輪的都是Birdy 應該還不算太長 雅妮是有機會挑戰兩竿接近國領的球員 有兩三個可以爭冠這樣 雅妮這時候她第二竿 剛好也打一個右轉球剛好 我這球出去有點在左邊 可能到不了國領 不過這個方向也可以 是 沒錯 雅妮這邊送上來的話 前面還是有點沙坑 稍微注意一下 旗竿右側是比較寬大的腹地 最好在公里的內側 好 從另外一邊 也可以啦 雅妮是上坡推桿了 但是可能會帶點這個右轉 有 雅妮再抓一隻Birdy 抽到了地獄標 你看十八桿 哇 今天已經有三隻Birdy 外加一隻老鷹 氣勢如虹 照這樣子打公里藍機會就很小 2012年的LPGA泰國戰的比賽 現在雅妮保有三個領先 她是衛冕者 在今天的第一動 一開始就是 雞精四座設下了一隻老鷹 鐵竿直接切進 有好的開始 而追平了公里藍當時 至於在第三動 雅妮看四桿公國嶺的一桿 這禮拜她的鐵桿呢 是非常的出色 這也是在第三動呢 她四天下來所設下的第一隻Birdy 而且取得了單獨領先 還不止於此 在第六動 她的第二桿 進攻的角度也非常好 嗯 又是 炒得旗桿過去 是 再點這個右去 並且把握住這個推桿 衝到了第一桿 應該十七 而至於Part5的第七動 對雅妮來說 也是準備要爭強Birdy的地方 雅妮是說呢 如果今天呢 在四個五桿洞 都有進帳 然後在另外剩下的這個 這個Part4 Part3呢 再轉個 兩三隻Birdy的話 她覺得是有機會的 的確是這樣子喔 對 因為這邊五桿洞 對來講 真是太容易了一些 對 第八動 的Part3 上坡推桿 對 又到左 的轉折 還 合理齁 對 而且穩定 絕對 絕對不要衝過洞 放在這邊 如果距離這個速度 剛好就近 不近的話 就是要這樣的結果 輕鬆的不進 是 還不夠遠 這個時候是 超飛了一點 超飛了一點 第十棟 之前呢是百分之百 這是首次措施的國嶺 這個是重要的一切喔 重要的一個切球 過關 對 那 也會讓雅妮心情的 比較穩定下來 對 因為這次旗桿在左後方 所以她打得 有點比較積極的時候 這個球 就往左邊後面 跳更多 成了 要不要到後面 現在連續兩棟的帕 而輪到雅妮在第十二棟 也是一個好球的 雅妮的彈道特別的高 所以很自然的停下來 而且呢 是 絕佳的Berdy機會 相當好啊 過去點有一個波往外 雅妮 看能不能再躲回兩棟領先 有的 上樓推桿比較好推 抓下Berdy 雅妮連續兩棟的一推 手出去也都非常紮實 雅妮從長草裡面擠出來 就送到鍋領右前方嗎 雅妮的第三竿 哇 哇 要趕快停 不要再滾喔 對 不要回滾 好怕推桿 上坡推喔 這是他後酒洞的第二個Boggy 嗯 好 還算可以接受 現在只剩下領先 易桿了 對 你可能就是過頭 蠻麻煩的 對 所以反而剛剛那個 泰國選手放的位子 還蠻安全的 雅妮 合理推桿下坡 還不錯 嗯 推得很好 還是保持一桿領先 需要再來一隻喔 哇這個球怎麼可以不進 推得也是非常好的 看起來應該往左掉 結果還是留在右邊 連續三動都是兩推 依舊維持-17 保持一桿領先 不是很喜歡嗎 講錯了 這一個是好球 也是我們今天所看到在第16動 開的最棒的一球 哇 在最難打的第16動 雅妮松的一口氣 是 絕對是 還是差一點 嗯 看有沒有辦法輪兩桿呢 到國嶺 對良心來講 他距離也蠻遠 至於雅妮則是拿出了三號木桿 對 放在小溪的前面 前面兩輪呢 出現了Bogi 剛才一拉到這個一樓門口去了 對 那邊呢也很多的球痕 雅妮在17動第二桿 好也是一樣的 朝左邊去看能不能回滾 我們也右側 對 再來 喔 雅妮這也是一個好球 身在的位置 對 再拼一拼 進入最後一動 如果能夠領先一桿的話 會比較安定 這是好球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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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獨領先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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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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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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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1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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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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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2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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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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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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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衛冕成功 但是最後的結局 這一輪是充滿了高潮 也有一些小低潮 但是真的讓觀眾朋友 應該是嚇出一聲冷汗 但是最後還是為雅妮感到高興 這個要看他贏球 心臟要跟他一樣打嗑 不然受不了 一開始前面幾棟感覺很順 感覺九棟打完 應該是大家可以去做其他事情贏定了 他在第六棟有一支Birdy 因為鐵桿這個禮拜 特別是第二輪開始 就已經相當的精準 揮桿的微調這部分 他也覺得很舒服 而推桿印象也還不差 上禮拜在澳大利亞 他平均每一輪30推 這禮拜的推桿是更有進步 當時在第七棟抓下Birdy之後 已經衝到地獄表面18桿了 而一度保有4桿的領先 因為先前包括公里蘭有兩個Bogey出現 對 然後在第10棟實是吞下了一個Bogey 對 那個POP5實在是有點可惜 對 而第17棟 哇 一樣借助這個斜坡回滾 也看到了先前公里蘭的球 嗯 效果非常好 這麼難打的洞 三個要角度冠軍人都在打這個洞打Birdy 也不得不給予神寨跟公里蘭 敬佩以及賀彩 真的是 是 而第18棟的本週最佳精彩好球 就是我們雅妮的這個第三桿 在強大壓力的情況之下 哇 完美 對 這個距離跟後運都恰到好做 是爆了兩棟 真的是家裡沒打人 六個人在爭奪冠軍 現在要舉行頒獎儀式 一度到了第17棟的時候是三位女將並列領先 現在要舉行頒獎儀式 所以右側則是贊助商的這個泰國區的代表 那另外也有泰國的Channel7底七頻道的負責人 The Honda LPGA Thailand Champion Yanni Seng 2012年的泰國女子高球賽的冠軍是曾雅妮 而且衛冕成功 現在回覆起來還是有點緊張 後久洞了他有點累了 同時孫寨愛跟宮里蘭又追得這麼緊 他需要也有一些回應 而確實最後的第18棟呢 是他本週的最精彩的一球 畢竟看到宮里蘭也已經送到了蠻好的位置 他真的還把他推進去 非常厲害的下坡推開 好 現在這場比賽已經衛冕成功了 今年雅妮有好幾場比賽要去尋求衛冕 那也很謙虛地表示 希望將來能夠今年還有其他幾座的這個冠軍 2012年的泰國女子高球賽的冠軍是曾雅妮高舉冠軍獎盃 她生涯了第13座的LBG的冠軍 這當中包括了五場的大賽的冠軍 也為2012年的賽季 也是算有了好彩頭 謝謝 今天的最佳擊球 大概就是剛剛那個第18棟的第三竿 那本週一整週的最關鍵的一球也是那一竿 絕對是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抓那麼多Birdy 但是最後就最需要這個Birdy的時候他來了 對 在有壓力的情況下 還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擊球 好 這沒有問題的 毋庸置疑的 今天的最佳擊球就是雅妮的第18棟第三竿 攻擊球已經送上去 雅妮不遑多讓 是 回滾就在洞口邊 哇 相信這一竿呢 讓所有的球迷呢 是鬆了一口氣 謝謝也是 而且也為雅妮的喝彩叫好